你知道月球是怎么来到地球身边的吗? 说起月球,你会想到什么? 是嫦娥奔月,还是超级月亮? 每个人都有一箩筐与它相关的故事 它名副其实是我们最熟悉的地外天体了 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唯一踏足过的天体 在人类登上月球之前 科学家就对月球的形成有诸多的猜想 盛行的理论主要有 同元说、分裂说和不过说三种 同元说认为月球和地球 是一起在太阳系的圆形星盘中 形成的 分裂说,则认为月球 是地球因为形成早期 自转速度太快而甩出去的一部分 捕获说,则认为月球 是被地球引力捕获到的天体 在以前,我们经常会在书中看到 月球是地球的姐妹或者女儿 这样的描述 猜想终归是猜想 缺乏实际的证据支持 大家都知道阿波罗计划 这是美国从1961年到1972年 实行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从月球表面带回了岩石样本 其中包括黑色的越海玄武岩 浅色的斜肠眼 角硕眼 还有带着绿色 橙色和黄色调的火山玻璃 这一发现让人们觉得 月球的来源并不简单 你知道什么是起源石吗 在科学的概念里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它围绕着地球 奔腾回旋不息 它诞生40多亿年来 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 是地球最忠实的伴侣 月球的起源与演化 一直是人类十分关注的 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上个视频为什么说 月球的来源不简单呢 首先月球的表面太干了 我们地球上岩石里 那些容易挥发的物质 也包括水 在月球的这些岩石里都找不到 而且月球的岩石中 铁含量也太低 阿波罗15号曾带回来一块斜肠石 这是人类找到太阳系中 最古老的岩石之一 年龄超过了41岁 是古老岩壳的一部分 它影响了后来人们 对月球起源的认识 又被称为起源石 组成这种岩石的化学元素 主要是钠 铝 钙 硅 和氧 几乎完全没有重元素 所以这块起源石是轻飘飘的 但是要形成这种轻飘飘的石头 就必须得有岩浆 海洋 才能让这些最轻的矿物 浮在最上层 但是要让月球处于这种状态 就必须得有巨大的能量才可以 那么能量又是来自哪里呢 月球真的是撞击产生的吗 巨大的能量来自哪里呢 那就是巨大的撞击 撞击说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非常盛行 大家都认为这是铁定的事实 认为在亿万年前 有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行星 从侧面撞击了地球 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 将海量的硅酸岩抛到太空中 但是撞击之前 这颗行星已经完成了内部的分裔 在撞击的作用下 这颗行星的内核进入了地球 而撞击产生的那些碎屑漂浮物 逐渐冷却 凝结形成了月球 很多人普遍认为 这颗行星是月球的母亲 所以给它取了个神话里的名字 叫特伊亚 是月亮女神塞勒涅的母亲 这取名也是很应景 但是这个假说 却有一个始终无法解释的问题 那就是月球岩石的同位素特征 跟地球的地脉极其相像 按理说 如果月球是撞击产生的 那么巨大的撞击 不可能是只撞出来几类简单的元素 应该混合一些其他的物质 不至于完全和地脉一样 所以说 撞击说只是一种猜想 月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确切的定论 但是月球 经历了45亿年的演化 现今 已成为一个内部能源近乎枯竭 内部活动 近于停着的将死的天体 现如今 月球的表面是一个 无大气 无水 干燥 无生 无生命活动的死寂的世界